杰琳 很開心看到大家 因為我昨天一直很緊張 怕今天沒有人來 怎麼會 我們大概已經塞到那個 新一路了你知道嗎 我以為那邊是在排隊版 沒有 大家都是為了你來的 大家你們是為了杰琳來的嗎 謝謝大家 其實我昨天都有偷偷塞給現場 每個人一百塊 沒有 大家都有收到你的號召 那其實我們知道 杰琳平常呢 就很常在玩遊戲 是我們的電競女神 對 平常你大概比較喜歡玩什麼樣子的遊戲 其實我什麼遊戲都玩 但是是他們很喜歡我玩恐怖遊戲 你是說台下的朋友很喜歡你玩遊戲 他們很喜歡被虐 他們很喜歡耳朵聽到我的尖叫聲 所以你們大家喜歡聽到杰琳的尖叫聲嗎 你們喜歡看到他害怕的表情是不是 而且喔他們 而且你可能會以為那個尖叫聲是那種 女生那種很溫和這樣啊 不錯啊 那一種 所以意思是他們喜歡你man的一面就對了 所以他們很m奇怪 好 那我們希望等一下就要找那個台下的朋友 上來跟你一起對戰 好沒問題 那你等一下也要展現一下有尖叫聲給大家看 可以 因為聽說等一下是要玩射擊遊戲 對 但應該大家知道我最近玩overwatch 玩得非常的兇悍 是 然後我射擊目前應該才OK 雖然說等一下是要玩CSO2 但是我希望大家就是還是 可以手三流擊 你現在是馬上就先求饒了嗎 對 拜託拜託 要請大家放你一碼 因為人蠻多的請給我一點點面子 謝謝 我相信大家都會小心翼翼的呵護你了 放心 他們才不會 他們會在遊戲裡面溫柔對待你們 你們會溫柔的對待他嗎 會 會 好壞喔 好 那我們平常在玩遊戲的時候 當然遊戲要玩得好 要玩得淋漓盡致的話 通常來講其實我們配備非常重要 那姊姊平常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你會注重在配備上面的哪些元素 當然第一個就是效能 因為我本身大家都知道我在開直播 那直播最吃的就是效能 如果效能不夠高的話 可能當下我實況就會斷掉 或是斷斷續續導致 他們現場的大家可能看到是片段片段 或者是我臉可能瞬間像那個蘋果都會講 就定格了 拍那種該誰拍照 該誰拍 那種很醜的照片就會被他們發現 所以效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效能好的話 我們的畫面才會流暢不會lag對不對 對 然後效能高當然就是會很容易 就是電腦會熱 所以我還很出動的是散熱的部分 聽說姊姊現在在玩遊戲的就是我們家的電腦對不對 對 我用的是比較高級 比較頂級的啦 因為實況還是需要頂級的 所以我是用GS70 妳是用70 對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跟那個姊姊一起用情侶機的話 對 就要去找70好不好 我很推薦大家用70 因為70其實直播真的非常流暢 那它本身又很輕薄 那它是電競的筆記型電腦 所以我覺得既輕薄可以讓我四處都可以帶著跟大家一起直播 我覺得其實蠻重要的 真的 大家應該希望以後看到傑林都是清晰的畫面 不是lag的畫面 不是那種臉歪嘴寫的畫面 所以那時候就一定要記得要用我們家的筆電了 是的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線材旁邊的話 我們的電腦先準備好 但是我們稍後才要玩對戰 好 我們這邊準備了一些小小的互動遊戲 有沒有看到我們在後面的話 有一個小小的背板 這個背板的話呢